美国科技行业进入寒冬 除了推特 如今脸书的母公司MEDA 也传出计划大规模裁员 预计数千名员工将受到影响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截至9月底 MEDA有超过87000名员工 虽然从百分比来计算 MEDA这次的裁员比例 要比推特上个星期裁员的比例来得低 但是失业人数 可能是过去一年来 科技巨拨公司裁员事件当中最多的一次 根据知情人士 MEDA公司的高层已经要求旗下的员工 从这个星期开始取消不必要的旅行 MEDA上个月在财报当中预测 第四季的财测疲弱 股价今年至今已经下跌超过了70% 市值因此蒸发了大约670亿美元 这和大约3179亿令吉 已经下跌至933亿美元 这和大约470亿美元 权调和流行顺调 是Lan